阿姨你好 你好 你们这个是在干啥 这个是披肩 织披肩 我们在织布 好漂亮啊你们这个 我能不能旁边坐着看一下 可以 你们家就是这附近的是吧 对 就是在旁边 你们是什么民族啊 你们是摩梭的 你们的服装好漂亮啊 服装都是手工织的 就这样慢慢的织出来 我看你们这织了一卷了 这一卷要多长时间 能织得好 这个是织一年了 已经织了一年了 哎呦那太不容易啊 这个 你是过来这边玩吗 对我是过来旅游的 那那我们这好不容易 对啊呀 今天是见市面了 你看这个织布也看到 这个是 织的是披肩啊 好漂亮 像摩梭姑娘就是要学会织布 哦 必须每个人都会 这个织布 帅哥 哎你吃饭没 还没吃呢 走去家里面吃点东西嘛 我们刚好忙完 去要吃吃午饭 哎呦那太打交你们了 这样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随便吃点东西 那行吧 一会儿又过来看嘛 好好走 走走进来 嗯好 好 这边就是我们和母房 家里面带客 好漂亮啊 这个房子 哦 这就是我家的 哦 小姨好 小姨好 这个 小妹妹 哦 妹妹好 好好好 坐这边 坐上面坐这边 好的 坐一下 坐下 给你们吃点东西 哎呦谢谢 谢谢谢谢 这个是我们家里面 自己做的米花糖 谢谢 吃点啊 不要客气 打交你们了 哎呦小姨 打交你们了 没事 没事 好好好 嗯 喝点茶啊 这个茶是我们家里 的 酥油茶你们有没有喝过 嘗一下 但有些朋友都这个喝不惯 乖乖的味道 但是我们很喜欢 这个酥油茶 我们家里面是可以脏搭的 也可以 可以尝一下 不会吃 我等一下教你们 会呛到 对 这个是油炸饼 也可以配这个 谢谢啊 没事 没事 吃没事 再来一点啊 再来一点 不要客气 谢谢谢谢 没事没事 谢谢 那你们在这儿坐一下吧 我去做 做饭给你们吃 在这儿歇一下 没事 不要客气 太打搅你们了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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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美女 你们咋的这个是啥 我们在冲 红米啊 哦 看 哦 这样就可以 去皮了 哎呦 阿姨啊 太打搅你们了 这个待会儿坐来吃啊 没事 太打搅你们了 这个是待会儿就要坐来吃啊 对 然后就这边就坐好了 还没有吃过啊 这个是已经砸出来的啊 是 哎 我问一下你 你是一直在家里面还是刚回来啊 哦 没有 我在外面工作 我过完年刚回来 哦 为什么过年才回来啊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也是就是过年就是很忙 我在昆明工作 也是去创业的本民族文化的 哎 哎 你你是哪一年内 我是我是两千年 那那挺小的 不小的我就83了是吧 哈哈哈哈 我妈妈经常说不小 怎么怎么称呼啊你 我叫我叫八斤卓马 八斤卓马 八斤是那个一起讲八斤 对我出生的时候有八斤卓马 所以我妈妈就叫我小八斤 然后就叫八斤卓马 那我就叫你卓马 可以可以叫八斤也可以叫八斤卓马 八斤比较好 啊 可以都可以 好 今天才打搅你 没有 那你那你怎么称呼啊 你叫我小王吧 小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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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太打搅你们了 阿姨 没事 今天要不要我帮忙啊 不要 不要 没事的 好好 这就刚刚打的那个红米啊 对 还没吃过啊 等一下 抄一下 太打搅你们了 你们外面没有这种红米吗 没有 看都没看到过 像我们老家都是吃这种红米的 哎 卓马 你不要弄肉了 随便吃点啥就可以了 这个必须要弄的 这个是我们家里面特色的猪标肉 嗯 你们这个是黑猪啊 看那个 嗯 都知道 那是自家养的那种 咋这么这么大一头 一头都这样去腌着呢 这是我们摩索的那种特色啊 让你 要了解一下 这个是我们 家里面每年杀猪都会弄一个这样的猪标肉 这个猪标肉的话就是我们 用来招待客人呀 平时 过年逢年过节呀 要凤梨呀 都是要用到的 这个 哦 哎呀 我就说不用弄啊 随便弄点吃的就可以了 没事 你就是 那太太感兴趣了 没事 没事 好 好 哎呀 这么好啊 做这么多啊 太打交你们了 今天都时间太感兴趣了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猪标肉 那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的猪脚 但是跟你们做法不一样 是把那种里面的骨头 全部剃掉以后 放入 哦 就像香肠一样了 这是腊排骨 皮蛋 那这个呢 这是野生菌 就是以前有菌子的时候 晒干了 现在也可以做 哎呀 太打交你们了 那个是香肠啊 嗯 香肠 虽然有点黑啊 但是很好吃 太打交你们了 那那那叫阿姨他们一起 吃阿姨 哎小姨 哎妹妹他们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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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坐嘛 阿姨 你们这个是在干啥 哦 做头饰 哦 做头饰啊 今天带着这个上面珠子要穿一下 哦 哦 就是 周宝你能不能就是简单介绍一下你们民族的文化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嗯 像我们魔宋人的话是母系氏族 最有特色的就是母系文化还有我们的走婚习俗 母系氏族的意思呢 就是跟我们整个家庭就是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跟母亲生活在一起就是永远不会分家 才叫母系氏族 对 就是整个家庭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嗯 还有走婚的话是我们魔宋人的一种特色的婚姻习俗 它是男部娶女部嫁的 但是现在很多在外界床的这个走婚都比较不好 其实我们走婚也是固定的一夫一妻治的 它是以感情为基础 两个人互相喜欢了才能在一起的 然后走婚它也是非常一件严肃的事情 它也是要经过双方父母的同意 还要南方要过来女部嫁进锅庄才能正式走婚 不是说外界穿的那样啊 今天可以走一个啊 明天又可以走一个 不是这样子的 是固定的一夫一妻治 对 好那再来 那我刚看到你家里面有那个吉他 你还会弹吉他 吉他吗 我会一点点 那你能不能唱一个 可以啊可以啊 啊哈哥哟 啊哈哥哟 月亮再到西山洞 你和时光会走 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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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干嘛别拿别拿 别拿 因为我心里不见 不见你们从那么 然后 那个 我们也有点好 月亮再 那小姨 阿姨我们看镜头 好 一二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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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